例如你所說, 我農曆精月出生 我不應該穿黑, 對吧? 但是你說黑色是旺桃花的 沒錯, 今年是旺桃花 但你用顏色就無法發揮 就留意風水佈局 什麼? 留意座位, 面容 可以在榴槤桃花位置擺設一下 而且在衣著上 有些形態也有禁忌 如果是方格的話 今年格仔, 其實都很旺桃花 所以藝人穿格仔, 今年都應該不錯 你可以方寶 動物方面, 例如龍是犯太歲 但是今年龍年 像是熟雞、熟猴、熟鼠的人 就沒有禁忌 但是一般人穿龍, 就要小心一點 套, 今年是犯太歲 因為綠害星 犯太歲最好沒必要的 就是不要穿小兔子, 牛, 還有狗 尤其是狗, 因為沖太歲 平時狗仔很聽話, 很可愛 但是今年犯太歲 擺出來, 擺設上面或衣著上面 都謹慎, 最好不要穿 也很想問問程程師傅 我們做時裝批發的 內年有什麼顏色 或者有什麼材料可以推薦給我們呢 如果榴槤, 我們會看 東南面是屬於花草 其實花草代表衣飾 所以東南面今年是病位 我們要解決病位的問題 最好不要放這麼多鮮色的物品 少用燈 但是旺財, 可以看回北位 擺放水中植物, 甚至水晶 而桃花位, 人圓的位 剛剛在西南位 所以推銷的產品 五顏六色, 優惠的衣服 吸引更多人流在這個位置 自然人流鼎盛, 財源廣盡 不單止這樣 今天就準備了一個 水晶風水柱燈給你 放在財位, 希望你招財立福 大義興隆 你們今年一定生意大旺 大義興隆… 承映師傅, 為何我們來到長沙環 很喜歡買衣服 是不是這個區域很旺盛衣製衣 家燕姐, 你到處都買東西了 不過在長沙環 真的旺盛衣製衣 所以很多人都在這裡做沙 成為一個多大的商業或工業 承映師傅, 很多工廠都搬走了 會否因為這裡的地位不同了 長沙環的大局坐東潮西 到九運, 其實不算是最旺 不過木生火 其實可以從網商、網店發展 我想成衣一樣可以幫助 就是說如果人們在長沙環 這一區在網上辦成衣店也可以 當然, 木生火 生生不適, 長造長遊 好, 我們今天買到便宜又正的東西 不如這樣吧, 我們分福氣 給這裡的街坊,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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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恭喜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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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吃得很開心 是的 今天我們在這裡祝大家 2024, 風山水起 長沙環, 有運行 太好了…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